蜡星文152 152 蜡星文 欢迎你收看今天4月29号的蜡星文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昨天我们提到了治安上警民冲突 所可能造成的社会的隐忧 在网路上的留言非常非常的众多 也非常感谢很多人提供了意见 可见得这是一个多么的受到我们台湾的民众所关注的议题 因此今天行政院长苏贞昌在院会的时候 对张慧玲小姐跟叶姓远景之间所发生的盘查的冲突 跟最后这位张小姐非常愤恨的要提告 以及警员执法是不是过当 大外哥为什么在那样的状况之下出现在一个警员的职权行使当中 另外呢首善之都的台北市松山分局辖下的中轮派出所 不仅出现了一个教官 他是一线四的警官 他呢跟黑衣人发生冲突 黑衣人追到派出所去打他 结果衍生出来的是派出所里的录影带监视系统被停电 然后又被抓包是被删除 现在呢案情升高到呢其中还有台北市议员涉嫌官说台北市长柯文哲 你不重要吗 你不要好好的说明白吗 今天苏贞昌院长对这个事件也提出了他的关切 更重要的是台北市仍然是台北市北投分局发生的所谓民进党的中评委之子 持有毒品 然后呢在借题的时候呢没有依法这个来办理 那到底警记的松散 从行政院长警政署长内政部长到地方的首长要负多大的责任 台中今天早上也变变开枪这个庆祭到处窜 卢秀燕市长他还是民调超高 可是这民调是让子弹满天飞吗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 同时也要揭发的是 那个涉嫌官说的两名台北市议员到底是什么党籍的 那柯文哲市长是不是涉嫌在袒护某个政党的台北市议员呢 此外呢在疫情方面各位要提高警觉了 华航今天也被陈时中党部长来提出来 希望董事长他们在这个疫情的防护上面能够加把劲 各位现在已经有华航的辖下的饭店的员工进入了加护病房 在这个各国的疫情都上升的情况之下 我们面对这个状况要如何的来戒备来防御呢 更重要的是今天有一个人他说了一段话 让大家错愕震惊 那就是连胜文说如果现在是国民党执政疫苗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等一下我们要好好的来探索一下连胜文手上有什么法宝 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余美美 叩姐好大家好 欢迎你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家温朗东 叩姐好大家好 好谢谢民进党台南选出来的立法委员陈廷飞 叩姐好大家好 欢迎你疫情指挥中心的咨询委员同事也是专家小组的成员李比义离师 大家好 谢谢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他是国民党集优于北辰将军 叩姐好大家好 谢谢盛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叩姐好大家好 好在今天要告诉我们在台北市的这个 各个不同的分局所发生的这些骚乱 跟警纪跟治安跟全台湾的黑道是不是发现了政府里面有高层内斗不合 因此到处作乱 高人和警官要透过他的专业的观察来提供他的论述 欢迎人和 叩姐好大家好 好谢谢 来我们来看今天呢最奇怪的是就是在台中大清早呢出现了所谓的台中庆祭重现的状况 哇这个卢秀燕呢市长他不是民调非常高吗 在民调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今天的这个散弹这个枪去打的是什么 你看好清楚哦 那这个有九个弹孔耶 然后这个弄了半天呢在大马路上就这样子扫射 扫射完了之后居然说打错对象了 寻错仇了 有这么那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这么嚣张吗 我们今天呢要约请卢秀燕市长的视讯连线 但是台中市新闻局长黄国伟 他说现在是议会期间公务比较忙碌 市长因此无法接受采访 那事实上呢这个庆祭之都这个不仅在台中国民党执政 很多人说国民党执政的地方呢出现了所谓的黑道作乱 这个枪弹满天飞的状况就推给中央政府 那但是呢台南跟高雄最近也有状况啊 那台南呢这个子弹比真乃还便宜 那这个状况呢让陈其迈呢也都这个觉得不可接受 那同时呢在这个台南的状况之下呢 他调换了这个是警察局局长 你知道吗 黄伟哲上任两年以来换了四位这个局长 可是情况还是很严重 因此要请教这个朗东的是台中台南沟雄 都有这个枪弹乱窜的黑道那个有四五孔的状况 更别讲台北市了台北市的松山分局之乱 不可思议到极点 今天呢明明这个是真相已经大白了 台北市议会里面也做了警政报告了 结果柯文哲市长还在那边装神秘 对于涉嫌的官说的议员到底是谁 对于这位是台北市的所长呢 他这个被移送 他还鳄鱼的眼泪 还哽咽 还同情这个基层的警员呢 松山分局发生这么大事情 台北市长不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吗 对柯文哲他现在的反应非常的这个奇怪 甚至是这两天当中一百八十度大翻转 柯文哲市长必须要出来说清楚 他自己本人有没有被关说 为什么会这么讲 他前天的时候出来说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警方要大肆化小 要湮灭证据啊 他一开始就知道不是真的 他站在一个社会评论员的一个角色 假装自己不是台北市长 事不关己的去那边看戏 但是他那时候的说法是说 这个是湮灭罪证 结果他今天呢 原本他没有要受访 他拒绝媒体的这个访问 但是上午的时候 临时紧急的把媒体找过来 受访的时候突然开始讲说 我们认为说这个分局长 这个分局所长就是许许淑环 他这个不认为他有大费周章的去删档案 也觉得目前对于这些分局长也好 或者是这个所长也好 不是国家对抗公务员该有态度 大家请注意 他从一个批评政府 假装事不关己的角色 突然间帮警方背书 帮警方这些去戳汤圆 大和解的人讲话 所以说柯文哲背后的压力到底在哪里 你回去看柯文哲的这个历史来看 2014年12月25号的时候 柯文哲他又说什么 再有法轮功人被打 我就把你换掉 对分局长就是小心说是 2015年3月20号的时候 柯文哲针对一个三老鼠的事件 也同时是说什么 要拔掉那个分局长 然后后来发现这是一个乌龙 2018年3月26号的时候 柯文哲这个还跑去 这个中山分局那边吃便当 因为那时候中山分局 有一些封记的这个案件 结果柯文哲现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反映觉得 这不关我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把事情丢给这个中央执政 我把这个台北市政府责任 彻底的切割 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真的关他的事 为什么他必须要跳出来 去帮这些人援晃 去帮他们缓辖说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国家不应该这样对待公务员 这个国家怎么不应该对待公务员 你现在是淹灭罪证 大家现在为什么群情激愤 两点最简单两点 第一个怎么会有一些嫌犯跑去跟警方大和解 还演握手的这个戏码 这个无耻的这个闹剧 到底是谁去那边倒倒出来 这个必须要去查清楚 第二点是说一开始的说法 还是反复说 那个资料是断电 所以不见 后来发现是针对当天这些黑衣人闯进去的时候 把那一段特别抓出来做格式化 这很明显就湮灭罪证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松山分局那边调查结果说 只有七个人进去 后来发现说就是有十个 而这些人的一些背景 有媒体开始曝露是说 他背后可能是酒商 可能是酒店经营业者 背后有帮派的背景等等 所以让人怀疑的是说 警方为什么从松山分局长 到了中文派出所所长 他是不是曾经或者是正在跟这些 所谓的这个帮派分子 有一些往来背后有没有涉及一些不法利益 这些事情要查清楚啊 所以这个事情的这个案情呢 是因为有一位靠北的这个警察里面的 是社群网站里面的成员 他报了料嘛 对不对 他因为受不了发现这件事 这个是从4月21号 在靠北警察里面有人贴文 然后呢才被爆发出来 这件事情是4月15号这个下午的时候 这个叫做这个教官 他呢在经过所谓北宁路啊 这个跟巴德路松山分局那个中文派出所那里 那个地方呢就是台市 跟体育馆跟大巨蛋之间 然后他发现这些人呢 这个讲话有点吵啊 他们就有了一些纠纷 这些黑衣人呢就跑去砸那个派出所 这个案情呢 他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有不法分子滋事 闹事的案子 很本来还蛮单纯的 后来升高了 升高了之后变成所长呢 要把这个录影带监控的带子呢 给删掉了 那中间呢 就更是发生了这个内情啊 那当这个所长的这个录影带被删掉了 到底是谁叫他去删的 还是他自己删的 柯文哲就开始把这件事情大肆划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牵涉到了 有人去施压给这个所长 叫他把这个监视系统的这个录影带给删掉嘛 对不对 那什么人呢 谁施压呢 这些人为什么柯文哲不想知道 柯文哲为什么不透露名字 这合理的推论就要指向台北市议会里面的一些市议员 而且蓝营涉嫌比较重要 好 今天呢 我们得到的最新的这个独家的比对啊 各位这个观众朋友 请你要支持我的人身安全啊 因为今天我们在做节目之前 有一个很高层的警戒的人士跟我说 你今天要讲的这个名字里面 有人啊是很重要的人士 如果你讲完 小心你啊 可能会受到牵连 所以呢观众 我们今天在揭发柯文哲涉嫌 包庇台北市议员的官说分子的前提之下 一定要告诉大家 那些人可能是谁 柯市长你给我站出来说 到底是谁 跟靖州刊 他所写的内幕是这样的 靖州刊 他最早今天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大和解记者会 什么的这个离谱的状况 以及所长把这个监视系统的录影带删掉 后面因为有两个台北市议员作为中间人 邀约分局长林志成 就松山分局分局长 这个林志成呢 因为他的女儿在徐国勇的内政部长办公室担任秘书 已经变成了警政署长放话斗争的对象 这林志成已经调主管职了 好 邀约分局长林志成 跟一名和媒体政商关系都相当良好的帮派大哥见面 商谈和解 好 那有没有这两个台北市议员 目前为止 醒叫阿妙 柯文哲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那早上这个消息一出来 立刻就有消息 这个放话出来说 两个人 一个人是李富中武 那另外一个人呢 有人说是洪建毅 事实上昨天晚上就已经有人在传了 洪建毅非常生气 那他说他要提告 而且他说没有到过现场 没打过电话 再继续想下去 蓝金预言会很惨 好 今天早上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真的有两个市议员 然后又是柯文哲敌对的阵营的话 柯文哲会 会真的 不会说溜嘴吗 所以呢 我早上就在请教相关的人士在比对到底泄露的人是谁的时候 第一时间 确认他应该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绿营的 因为如果是绿营的话 柯文哲早就不小心说丢嘴了 早就不小心把名字弄出来了 第二 这两个人可能是谁不知道 但是我们问了两个人的办公室 其中一个叫李富中武 一个叫叶林传 他们两个人都失口否认 叶林传说 他是议会咨询前天才了解案情 自己从无介入 亲戚家人也没有 然后李富中武 他说他是4月22号才知情 就是这个状况 但是李富中武跟叶林传 他们两个背景非常特别 李富中武是警察出身 叶林传是家族是帮派的创始者 这两个人都是国民党的议员 为什么柯文哲 他对于官说的台北市议员 他没有任何的好奇心 以他的性格早就讲出来了 为什么不讲出来 其实柯市长在这件事情里面的态度 一直是很反复的 从事件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16号凌晨发生的事情 然后21号晚间 网路上有人爆料出来 22号其实我们议会就已经开始在追了 可是在追的第一时间的时候 柯市长他其实没有表示他任何的看法 那他第一次表示他的看法呢 是在这个警察局长陈家昌 终于在议会里面说出 其实监视录影带是有的 只是被格式化了之后 柯文哲才突然开始表态说 他早就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那其实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当然其实我们问证都不需要有凭有据 我们不能够无地放食到处去抹黑别人 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要该问的是说 从21号这件事情被爆出来 一直到现在柯文哲到底命阵风处去查查了没有 今天台北市政府管得到警察局 同时台北市政府也有一个叫阵风处的地方 那以这个东西这个案件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警察局内部的督察体系呢 是失去功能的 那这尤其在这个案里面 看的特别的明显 因为一开始这个闹市 这个跟黑衣人起纠纷 最后冲进派出所 然后导致黑衣人也冲进去的 这位阳性教官 他从九十四年开始的时候 他就在松山分局了 那这个所长呢 其实跟这个阳性教官比起来 相对的非常菜鸟 九十四年这个阳教官已经开始调到松山分局 当督察的时候这个所长警大才刚毕业 所以他九十四年警大刚毕业 现在当所长在中文派出所当多久所长呢 不好意思去年六月才调到中文派出所当所长 所以如果你说是这个所长 他坐在这边不到一年 他竟然胆大包天道说 他要去把这个监视引带删除 就只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包庇这样子的一群黑衣人 他自己愿意背三年 可能最重三年的刑責 这当然是个疑云嘛 那我觉得如果我是台北市长的话 我应该是在二十一号晚间 这件事情一爆出来之后 我立刻就要叫我的阵风出去查了 因为警察局的督察看起来完全没有作用 然后等到有人上网来爆料之后 这件事情才发现 而且发现了第一时间松山分局还说 这个没有砸电脑 只有轻微的损坏 然后这些黑衣人背景单纯 那一听到这个说法 一个称职的台北市长 他不是在旁边 刚刚朗东有一个形容 他说在那边看戏 其实我觉得蛮传神的 因为他把他自己 好像他是局外人 当成一个观众 你看他今天讲说 我不认为一个所长会大费周商三档案 这不是一个国家对公务员有的态度 还哽咽 那我觉得我要问 请问市长 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今天柯文哲 他在他的粉丝页上面说 要先有真相才谈究责 可是你已经动用了 你的阵风体系去查真相了吗 难道台北市阵风处 放在台北市政府是放在那边 好看用了吗 市长你觉得案子有问题 你要查 你没有查 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讲 我觉得这样 东评论一句 西评论一句 请问你市长的角色在哪里 副市长黄珊珊 前两天才讲说 基本上他采取一个相信的态度 我就要问我们台北市的警政 警政相关的单位是黄珊珊督导的哦 你负责督导警政的副市长说 基本上你选的相信 然后你市长又想说 我一开始就不相信 那你市政府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市政府里面 就是每天在那边 我相信 我不相信 我相信 我不相信 在做事的吗 今天在这个所有的里面 市议员如果介入官说 我是认为我我甚至认为说 我们市议会如果查到是谁 应该把他送基督委员会 因为这件事情 怎么会是市议员可以介入 还在中间开一个协调会来 喬 这个不可能 牵涉犯法的事情 怎么可以去喬 但是现在问题是 好像有人 应该其实这个有人介入的说法 昨天是我们议会里面 另外一位蓝营的议员 他首先开第一枪 他说是不是有有利人士 结果他开着第一枪 就这枪好像又弹回来打到 我猜他可能也不是很百分之百 确定是不是他自己人 所以要把这一枪开了 就开了之后 这个子但我现在大了蓝营 但是不关系什么颜色 如果是蓝的 抱歉 那当然要查办 如果是绿的 当然也要查办 但问题是柯文哲 居然可以不动如山 他基本上说实在的 这个我的同事 王世坚议员 曾经形容他三个字 属馒头 我就说他现在反正 他不可能再连任了嘛 所以他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 他可能也不是说 很想要只坐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他把他当成是一个 又回复到他还没当市长的 那个样子 说到处东评论一句 西评论一句 结果好像都没他的事 但是他有涉嫌袒护的问题 如果这些市议员跟他是好朋友 今天还有相关的人是说 你去看看市议会里面有所谓F5 跟柯文哲在施大运 前前后他们变成好朋友 现在的F5其中有人 不是台北市议员了 但是他们凑巧都是蓝赢的 这个民意代表 跟柯文哲非常麻吉 那如果说柯文哲 他想知道静州刊的报道 有没有台北市议员做中间人 邀请分局长林志诚 跟一个政商关系良好的 这个帮派大哥见面 那个林志诚他可以找来呀 找来问他不就得了吗 然后这个事情可以 就这样子掩护下去吗 台北市这个地检署调查局 如果要查这个案子的话 中间这些人就会这样凭空消失吗 这个案子的最可恶的地方 是在后续对不对 其实这个案件 我们市议会昨天 已经这个排定有专案报告 未来这个柯文哲 要到我们议会来专案报告 其中有一个这个题目 那我相信呢 这个所有的议员应该呢 都会把这个到底是谁来被挖出来 因为如果不挖出来的话 好像每个议员都是嫌疑人 对不对 大家都倒霉啊 但如果说真的是 谁应该要把他真的挖出来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只让他在台北市的这个层级 有肯定调查不出什么 因为柯文哲也没有魄力 叫他的阵风处去调查 所以中央的警政署 这个时候应该要来揭入 我欢迎警政署来组成调查 调查这个案子 欢迎警政署来调查台北市议会 哪一个议员 到底是谁打了 谁打了什么电话 谁传 有没有传什么line 有没有谁哪一个议员 或是什么什么议员的主任 打着议员的旗号要来瞧这个事情 全部都给我查出来 这才能还给你 政治迫害 如果他这个不是那个绿营的 然后呢是蓝营的 然后又由现在执政的警政署啊 什么内政部啊 甚至于苏貞昌 有个专案小组来查的话 那岂不就是特别针对某一个政党 事情就更复杂化了 更何况 更何况现在爹亲娘亲不如陈嘉青 的陈嘉青警政署长跟内政部长徐国勇 两个人搞不好 人人都知道 然后中间还涉嫌放话 放话林志成 林志成他的女儿在徐国勇办公室 第一天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鲁明哲 就在质询的时候提出 这消息是谁给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 昨天联合报 用非常大的篇幅批评林志成 何德何能啊 这个凭什么做分局长啊 这个升官啊像飞一样 那意思就是因为他的女儿是这个徐国勇的办公室的秘书 所以升得快 有人说这已经变成警政署跟内政部长的内斗 就在这个时候 柯文哲可以趁机得到好处 我不认为他可以趁机假装置身事外 他谁都不得罪 对不对 不能让他这样子撈啦 说实在的台北市警政的风气 怎么会跟市长没有关系 推给中央啊 我相信今天如果是比如说台南高雄 这些绿营执政的先知发生这种事情 你觉得蓝营的媒体 以及蓝营的政治人物 或不会放过黄伟哲跟陈其迈 不可能嘛 一定是第一时间叫他们马上要跳出来要负责嘛 那所以今天同样一个标准 发生在台北市的事情 难道台北市长可以撇清吗 我必须讲 虽然你说看到这些警察局长分局长 他的人事命令是来自警政署部答的 没错 可是呢 这些分局长 都要跟市政府协调嘛 协调好之后才有可能去做这调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警察局每个礼拜开市政会议的时候 是坐在谁的这个会议室 坐在柯文哲会议室里面啊 对不对 警察局是要每天开市政会议 要负责这个跟市长汇报相关的东西的 你怎么会说这件事情市长管不到 怎么可能管不到市长管不到警察局话 那柯文哲干嘛放话说 这个爱国同心会在打人 欣一芬局长要换掉 如果市长跟警察局 看不见的话 那台北市治安好柯文哲出来 懒什么功 对不对 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你不能够有好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懒过来说是自己的 坏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好像在那边看戏 哎呀我才不相信这个 我不相信那个 我不相信一个所长 那你要查出来啊 如果一个所长不会大费周章三档案 这不是一个国家队公务员 开合他我不太懂 国家队公务员有法治啊 那那到底是谁删的 他不想知道 他的阵风处 他都没有下令阵风处去查 我就了解到 他没有第一时间 如果我是市长 我讲第一时间阵风处 你给我介入立刻去查嘛 阵风处跟不是警察局管 他是一个外部 他可以去监督警察 警察自己内部叫做督察 督察没有用 不好意思台北市政风处接入 来的 那他没有下令啊 他没有在他在事后跳出来 我就四个字 事后诸葛 事后跳出来说 然后还想大事化小呢 还假装这个同情 这个年轻的所长 好奇怪 他的逻辑完全跟一个公开透明的 找真相正义的一个首都市长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吗 那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可怜的哈 这个被拔官送办的松山分局中轮派出所所长许舒桓 他还一直坚持说没有人施压 我觉得他说他不想去害人 不想制造长官的困扰 没有任所长官指使 处置确实思绪不周 对不起全国人民 他是怎样 他好像是那个帮派的小弟在那边扛责任 这不合理嘛 第二是 拔官送办的松山分局中轮派出所副所长 严敏森说 听到咆哮声 从寝室惊醒跑出来 跟其他同仁将黑衣人轰出去 没办法第一时间判断事实 当下没有立即逮捕 人家都亲门大户 跑到你派出所去打人了 去砸东西了 你还说没有立即逮捕 判断失失失能 松山分局长更扯 他这个主导双方握手致意 当天的记者会还说他们和解了 然后这个分局长然后来说 没有了他被转掉内情 然后呢他没有和解 这个部分愿意负责 绝对没有官说的事 他说没有官说 那这个一切每一个人 好像都变成了这个 自己变成承认犯罪 这个案件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反而是扑朔迷离 越来越应该好好的查清楚了 对不对 今天呢疫情非常紧张 陈时中指挥官 他已经说了 华航的机师所带动的本土确诊案例呢 已经使得华航就是在机场附件的 Novatel这个诺富特的饭店里面的员工呢 已经纷纷的这个染疫 其中有一位住进了加护病房 而这个指挥官也承认 不排除这个是群聚传播的可能性 就在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的同时 国民党有制选 主席的连胜文竟然公开发文说 如果现在是国民党执政 疫苗的问题一定完全解决 我们来看最新的发展 新增两例本土的案例 那一例调查中 华航染疫风暴再扩大 而且一口气增加三个人 案1122 50多岁获及机师 25号入境27号发病确诊 案1121 40多岁女子 则是案1078确诊机师的妻子 20号被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裁剪阴性后来又发病确诊 就连防疫旅馆也沦陷 因为案1120 40多岁男性 就是华航机师指定入住的 诺富特旅馆防务主管 17号发病 27号就医裁剪确诊 创下国内防疫旅馆员工染疫首例 一周内三度就医 确诊已经送进重症ICU病房 他有相关的一些症状 那他也去看病了 那应该是被照顾的 那可是送检验是慢了一点 入院的时候 那状况已经是肺炎 那所以应该是要能够及早的裁剪 这样才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华航染疫除了澳洲确诊机师 另外累积确诊机师达到10个人 也有5名家属感染 指挥中心再扩大施打对象 希望尽速建立家人同事的免疫保护力 我请教李医师 你是指挥中心的成员吗 那这一波华航的机师 原来只有一个 说他是印尼籍 而且他是在澳洲的时候 被检查出来说是确诊 没想到才两三天的时间 就已经滚雪球滚成这样子了 那已经有十几个人是确诊 那今天最严重的还是 他们的防疫旅馆 那就是华航在机场旁边的 这个诺富特饭店里面呢 已经有一个主管呢 他4月17号就有症状 然后现在已经送到了 这个加护病房ICU 那饭店还有其他的人呢 他们有这个症状 那今天呢 这个很多的人对华航的防疫呢 当然是有点议论 这个事情呢 陈时中指挥官他也承认了 他说饭店环境恐遭污染 担心已有传播链 于是采取最严格的措施 从目前的资讯显示出 会扩大吗 不一定啦 就是我们 台湾已经历经了很多次 类似这样的危机 后来没扩大 最著名的就是磐石舰 还很多女朋友 对 确诊的那些军人 都跟女朋友在一起 那些女朋友怎么没有一个确诊 好奇怪 当然有人说 因为他们都很年轻 说不定就是比较不会发病 不过就是我们还是努力去做 就是所有可以追查到的接触者 都要去追查 但是你去追查接触者 不一定会追查到所有的病例 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 戴口罩 对 请洗手 不要摸眼鼻孔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像这个案子 一开始其实就有人纳闷 说好像这个都是 虽然都是同工师的机师 但是他不懂寒线 好像他也没有什么直接接触 对不对 一开始的资讯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他们也会传染呢 这个就是环境 我一直在讲 就我们一直在讲 所谓的接触 原来是他们的旅馆 面对面接触的话 就是两钢尺之内 他会飞沫传染 可是新冠病毒 不只会飞沫传染 他会间接接触传染 尤其是在天气 比较冷的时候 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 你的环境里面 如果有污染的病毒 这个病毒可以生存 几个小时几天 你再去摸到他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洗手 直接摸自己的眼睛 鼻子嘴巴 你即使没有跟感染的人 有打照面 你还是得到感染 布桃其实就有 类似这样的案例 的情形 就是传有两个独立的病患者 同样一个病毒 这个就搞不清楚 是怎么传的 环境的污染 是一个必须考虑 以前我们还有一个 什么一个病人 在前面 那个 也同样的布桃事件 没有直接跟他接触的 后面的人就感染了 他在后面等看病 就是说这个环境的污染 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像那个大家会参常 最接触的地方 就是要不停的消毒 尤其是这个 都是机师的 我就不知道 他的消毒的 那个SOP是怎么样 后来证明都住过 这个Novatel 他们华航自己的 这是华航经营的酒店 他们的防疫旅馆 结果变成 今天都要清空了 对 就是 没有面对面的 那个一个传染 其实是最危险的 你以为说 你没有 你就不必戴口罩 因为你旁边没有人 事实上 如果环境里面有病毒的时候 真的是 你那个是无形的一个杀手 所以我一直讲 就是在疫情时间 你除了戴口罩以外 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在鼻子再怎么样 就不要去摸 各位记得 请洗手不要摸 嘴巴跟鼻子 除非你已经 栽戒沐浴更衣了 你确信你的手 非常 非常的干净了 你才 去碰一下鼻子 都是不要碰 平常尤其在公共场所 那就是不要碰 因为这个 大家常常碰的地方 即使没有新冠病毒 说不定有旅感病毒 有肠炎病毒 都有可能 他们都可能会 间接接触传染 是 那请问你 这个旅馆的这个主管 现在已经确诊在ICU了 那他4月17号 已经有症状 19号到26号 他还到诊所去就诊 然后今天才确诊 所以他的足迹 会变成这个 了解足迹图什么 会很严重吗 他为什么立刻就 进了加护病房呢 表示他染疫的病症 比较严重吗 通常我们知道说 新冠病毒 在前面一个礼拜 是比较轻的症状 也就是发烧咳嗽 可能就类似 一般的感冒一样 他平均在发病7天以后 才会变重症 所以你前面7天 好像自己看起来还好 你不要说 因为我看起来还好 所以我不会是新冠病毒 这个是新冠病毒要变厉 还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 所以你看那个时间 他的日期刚刚好 就刚好啊 就是说17号26号 就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病情变恶化 然后就是 所谓的变恶化 他大部分都是出现肺炎 他的足迹已经 已经匡列了嘛 对不对 但现在有非常多的人 这个都被匡列 那可是 这个 好 这一波 这个 华航机师所引发的本土的 这个确诊的案子 正在滚血球的情况之下 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解除危机 不知道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那个病毒的潜伏期最久是14天嘛 所以也就是说 你如果最后一个出现确诊病例 之后的14天 都没有再出现其他病例的话 就是比较安全 今天有 可是我们害怕说 这个病毒说不定在 没有被 政策的情形之下传出去 也就是说我们所宽列的接触者 不一定就是 所有接触到病人 毕竟环境的传染是 你没有办法宽列的 这个诺富特 这个饭店 他还有住房客也 他不只是 华航的 这个 应该是说这段时间 在社区感染的肺炎 都全部要做新冠 筛检 你们有指挥中心有这样子的 这个指示吗 他没有很明确的讲这样子 但是我们那个 像我们医院都是这样 你说台大医院 这区肺炎就是先筛了 筛了以后如果阴性的话 才让他住到一般普通病房 所以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人 从这里 不知道有什么时候 他如果走到这个 什么台北以外的地方 台中 任何其他地方就可能有 这个本土的群聚感 或者是 那个跳舞的地方 就落出来了 那个可能性是有的 现在连学校嘛 康乔的这个 领口的国际学校 因为他们有这个 小朋友 家人 是确诊 所以现在都已经全面 都已经停课了 那更别讲说 这个 1.1.1.2号的 这位 70岁的阿伯 他们去参加舞厅的一个狂欢 桃园市的中立 阿曼达舞场跳舞 有网友搜出照片 现场超过百人 几乎都没有戴口罩 桃园市 于将军 你的辖区吧 这个中立 有这种舞场 而且他们去的人 好像不是年轻人 是中年以上的 通常这次会是个社团 他们这些在 因为阿曼达舞场 在我们以前 我服务工作党部的附近 你去过吗 没有 我不跳舞 那个地方 它都是一个社团 就是说你 不是说谁进去 就能跳的 所以它有个好处 它一定有实名制 因为它 因为它所有的 几乎都是社团的成员 那还好 对 所以一定抓得出来 这一百多个人 我相信这个业者 他都有名单 因为他是社团 他不是像说 一般像我们想象的 那种Disco舞厅 谁都可以进去 不是 它是个社团制的 所以说这个负责人 那个地方 它一定有非常绵密的 社团的管制网 就是有哪些人进来 什么时候出去 那今天来跳舞的 哪些社员没有来参加 它应该是属于是社团制 像这种 这种一种 跳舞社团的 所以这个好处 是一定抓得到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一百多个人 在不知情 他也可能会有 这个危险的状况之下 他又接触了多少人 这才是难调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正是考验 真的是桃源的防疫 桃源继布桃之后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 很大的考验 桃源他再度的 因为桃源有机场 因为桃源就是有机场 他国门就在桃源 所以说他一下飞机之后 机师他第一个接触的 他所触碰到 都是桃源的乡亲 所以说桃源在这个方面 真的是我上次布桃 这一次大家有惊无险度过 我觉得这一次 我希望桃源市政府的 医療单位 真的要记取上次的教训 这次比上次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是更艰巨 因为上次是医院 医院很好匡列 我哪些人进来 健保卡都刷过 都很好抓 都抓得出来 那这次是因为 他又有舞厅 又有学校 这些孩子回家之后 又接触哪些人 你问小朋友说 你接触哪些人 小朋友可能不见得 讲得出来 那这些去跳舞的 这些所谓的长辈们 他们也不见得 可以很仔细的匡列 他们接触多少人 因为长辈 他们的社交圈 比我们这个 正常上班的人 复杂得多 他会去菜市场 他会去卖场 他会到哪个地方 跟人家扯扯鼻子聊天 所以他接触的人 是非常多的 而且这些长辈 他们的感觉是 台湾很安全 没有事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跳舞 都不戴口罩 这么近居然都不戴口罩 因为戴口罩看不到脸 对 所以他们 他们这个交际舞 跳着交际舞 有一些表情也很重要 他们必须要从表情之中 传达这个舞技的 这个一些真谛 这种室内集合 不是应该要戴口罩 一定要戴 所以说 这个业者要发钱 这个业者真的已经违反规定 这个地方要买票进去吗 要 他社团子 他可能一买 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 他缴设费的 台湾有这种地方 有有 宗里还有 他就是提供给这些舞者 就是爱好此类运动的朋友 一个社交的场所 还这么多人 有教练是 有教练 然后有舞者 他有教舞 然后他定期还有办一些 像竞赛比赛一类的 但是他是舞场 他不是舞厅 舞厂 舞厂 他是舞厅 客人是男男女女进去的 对 舞厅是有舞小姐在场的 不是 他这是舞场 就是说提供给社团 你有男社员 女社员 进来跳舞的 对 他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好 刚才 那个 余将军担心 这个比布桃医院还严重 因为这个 1112号的这位 70多岁的男性 他们说他是 阿伯喜欢去舞厅 他应该是身体还蛮好的 精神也很好 他没有出国使 他是因为 境外移入的个案 1068 1106的非同住家人 那这个很奇怪 你看 这个 李医师 他1068居家解疫期间 在住处跌倒 然后呢 按1112前往 该按住处停留 半个多小时 他本来不应该开门 让他进来的吧 对不对 结果呢 所以破洞就是这样 他居然开门 让他进去 那他开门进去之后呢 这个是就 而且他还1106 他还协助 1112 他还协助送餐 那他 他这个 接触的有190个人 就光是染疫的人 你他觉得自己 可能觉得我只是去扶他一下 或是送个餐 就 就传染了耶 就是你刚才所讲的 不只是 防止戴口罩面对面 就是那种环境 感染还是很重要 是非常可怕的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 这个状况 这些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的舞蹈课程 然后这位 1112号 他还有其他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学习活动等等 会比那个布陶难以控制吗 就是要观察 就是到底他的那个病毒 有没有散出去嘛 所以被宽列的人 都一定要注意 就是 或者是说 曾经到过那些地方的人 如果没有被宽列的话 也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两点 特别要注意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一开始 新冠病毒感染的 这个的那个症状 不会很厉害 他就跟一般感冒一样 不要以为说症状不厉害 就不需要考虑是 新冠病毒感染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潜伏期有1到14天 非常大的差距 有些人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说他居家检疫之前 已经做过核酸阴性了 所以进来的话 他生病了就觉得说 我已经做过是阴性了 就不必担心 就随便去诊所看一下 这不行 就是说核酸检疫阴性 可能你的潜伏期还没到 你只要有那一种 可能会得到感染的风险的话 不管你的症状在怎么清 不管你之前的核酸检疫 是不是阴性 你要去马上通报 然后寻着一个 那个我们检疫的一个 特别的通道去做检查 好 现在再一度 这个疫情升高 那当然政治人物 就又有话说了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的是 连胜文今天看到 华航的机师的 本土案例的 这种扩大 还就开始说了 国民党执政的话 疫苗呢 一定没问题 那疫苗没问题 就一定可以把疫情给镇压吗 很多国家不是这样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 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到 来跟疫情差不多严重的是 台湾的治安 台北市这个案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请教这个人和的事 这个案子呢 你也了解了所有的状况嘛 对不对 那用你的这个 一过去当警察的 从小警员开始嘛 你也是 的经验显示 这个所长会自己不想害人 然后呢 不想制造长官的困扰 没有指使 然后删掉了这个录影带嘛 然后嵩山分局长 他拉着大家握手 质疑开记者会 没有人施压吗 如果有施压 那台北市市长会不知道吗 这个案件整个 还没有一个明朗清楚化 以前呢 之前就是 现在每一位在台面上的 这一些官员呢 或长官呢 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很危险 承担公正 都踩在钢索上 真的吗 是怎么说 因为你现在讲的每一句话 都要替下属背书 现在下属讲什么 你就直接讲下属讲的话 他是有招 如果现在在侦办当中的时候 不是你现在对老百姓媒体 所说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那时候台湾话 叫鬼水变阿水 所以这个很危险 关系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你警告的是哪些人 目前我们以分局长开始来讲就好了 一开始他讲 这纯粹就是断电停电 那后来讲这八个 这七个完全没有黑道背景 那事实上来讲 我们知道这个松山分局 是目前我们全台北市 最新的一个分局 对 在 然后里面绝对有 我们这种不断电系统是基本的 你连超商都会有 怎么会有停电的问题 那第二个你说这七个人 后来关键的九十六秒 把他还原之后 多出来了三个人 那为什么消失了三个人 在九十六秒里面多出来 那为什么刚刚好 这位年轻的所长 他要消失了这三个人 这很多问号 如果录影带没有还原的话 这三个人就不见了 所以只有移送七个 现在是移送十二个 是 韩所长副所长 对 那因为所长才三十五岁 我说我儿子都三十二岁了 你也这么年轻 还很很大的前程要做 如果是你真的一时的疏忽 我讲实在 警察大学不好考 也不像以前 现在我们去随便去哪里说 我这是个硕士 我是个研究生 警察大学真是不好考 出来一路十几年来 我相信他能够现在 在中轮派出所 所谓中轮派出所 就是松山分局 直接下面的一个派出所 是一个分局的直接 最重要的一个派出所 所以应该也经历过了几任的所长 才有资格到这个地方来 没有 没有可能说 没有道理 让你自己说你疏忽了 没办法判断 因为这种今天跑进来的是个教官 如果今天跑进来是个老百姓 说跟警察包吻 后面有人追赶我 你难道警察还是看着那边 让黑衣人这些 把把你警察局的电脑翻坏了之后 你放这些人走吗 我不这么认为 再来第二个 很多东西有一个忽略到了 所有的媒体 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一开始一直听说 杨教官在南京东路 跟黑衣人对象 各位南京东路有多宽啊 南京东路 你在小区对面那边讲话 我这边听得到 我喊你还听得到 又不是在山谷 客家在对上 有这种可能吗 是不是有近距离 更近距离还是有坐在一起喝酒 还是有认识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台北市有一个特别的东西 马路上都有监视器 这个监视器当时在中三分局 是两点多发生 往回推 在南京东路 每个地方都有监视器 一定找得到这些监视器 已经不见了 这是市政府的 这不是警政署的 市政府更严重 这市政府的监视器啊 对啊 你你你不止市政府有监视器啊 警政署也有 你每个地方的便利商店有啊 你每个银行都有啊 这个监视系统一定掉得出来 你从哪里开始跑 你的意思就是说纠纷发生的现场 到底怎么回事 都可能不是真的 不是他们讲的 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个人事实地物 你今天发生的这个人 刚好是一个我们讲 这个是警方的一个教官 发生的这个 这一群人是黑衣人 如果今天很单纯 一个男的跑 跑给后面的一群女人追 可能是老婆在抓老公抓奸 可是今天发生的不是啊 发生的是一个黑衣人的冲突啊 那这种冲突都是在离分局很近 跑都跑得到的 我基本上老百姓不相信说 没有监视系统 再来你说这个所长 他当天哦 是放假 当天是他休假不在所 所以是副所长在的啊 副所长在 那很简单 这个电脑为什么不是说 副所长去把他删除 为什么内容不是副所长 去把他删掉 为什么要等到所长回来 在所长再把他删掉 所长要没有在现场发生 当下不在现场的状况下 一定就是可以马上就把内容删掉吗 那删掉你的判断力删掉 是因为怕得罪什么人 还是不想制造什么什么问题 还是不想增加长官的困扰 谁是你的长官 哪一个长官 这些都是他现在没讲出来的 请继续锁定民事台湾台 那新闻152 民进党的陈廷飞委员 这个事情可大着了 因为现在今天连苏院长都说了 这个治安问题很严重 警纪问题也很严重啊 光是那个詹小姐跟叶警员之间的事情 我们昨天也跟詹小姐有视讯连线了 那詹小姐固然他这个说警察有点蠢 可是那个警员在职情行职权行使的时候 确实训练应该也要再加强啊 那更别讲说你们的中评委的这个儿子持毒 然后在北投分局被积压 他还可以自己跑出去 跟同样被积压的人去送便当 是像话吗 这都是台北市 那中山分局是柯文哲的辖区 你今天看起来柯文哲似乎有顾忌 他的顾忌就是 不想让这件事情的真相被公布 因为如果真的公布这个市议员的名字 如果真的公布的话 无法达成他的政治目的 所以我们强烈怀疑 这绝对不是民进党的市议员 如果是民进党的柯文哲 早就掉着眼泪 或放声大笑的把名字公布了 所以这后面很奇怪 而且被传出可能介入的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F5成员的重要的 其中两位也 我们今天虽然问了李富中武跟叶林传 他们都否认 可是这件事情有这么困难吗 基本上这整个案子 其实让大家觉得 非常罗生们也非常压抑的 就是市长的态度 其实如果说柯文哲市长一般 我讲一般的县市首长 如果他的县市里面发生这个事情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震怒 要求调查 不论是要求阵风或是要求督察 反正就是调查 反正就是调查 对啊 苗讲的 对 他没有 觉得不可能说什么选择不相信 然后又选择说用这么软啪啪的一个语气来说明 甚至又说哽咽 这个案子其实无法哽咽 你的哽咽完全没有道理 你的哽咽说你为这个所长 确实我们这整个案子 因为我们从基层上来的 我当过议员当过立委 我们都很清楚 议员你说要去要求到一个所长 能够把所谓监制器 把他这个关键的这一段 把它删掉 然后格式化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这个当中有很大的背景 那我觉得台北市议会现在 既然如果现在这个 大家都被蒙上一层阴影 说有可能你就是那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要自清 市议员要求自清要求被调查 那个不敢要求被调查的 可能就是他们了 因为大家清楚说 在议员的部分 现在这个派出所都是很年轻的警员 年轻的警员 说真的大家都刚毕业 你叫我去删那个监视器 那到时候我被查到怎么办 谁要负担我所有后事的责任 所以柯文哲知道 不是他删的 是后面有这个有人施压给他 然后柯文哲又不肯讲出真相 到底是哪些这个台北市议员施压 真相如何 居然讲模模糊糊的讲那种什么 这不是国家对公务员的态度 国家对公务员态度是什么 是找出真相啊 揪出坏蛋啊 所以他的这个态度就让大家更质疑说 媒体所报道的是真的 就是说后面有更强大的力量 那你说单纯只有议员能够去做这些事 这个议员一定要跟这些所谓帮派或警察 本身内部有很大的关系 才有可能去施压去做了这些动作 你说一般的名义代表打个电话说 哎呀那个案子是怎么样 了解一下他就可以帮你删 删这么大一段的监视录影带 不可能 那个所有的年轻的警员很清楚 他就说我这个议员不好意思 这个已经是在侦办当中了 一句话你就不可能能够有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如果说他不是有后面很强大的力量 而且这个力量压的这个所长不敢不做 没有一个年轻的所长 他敢这样去删这么大段 而且你说这个教官 这个教官跟这个松山分局的关系 跟地方帮派的关系 跟这些所谓后面这些帮派 后面这个是不是酒店经营 这当中的一个牵扯 这个是很复杂的 这个等一下那个高仁和 然后帮我们做解说 这里面那个黑衣人里面有四海帮 然后那个台北市议员里面呢 牵涉到另外一个所谓的牛浦帮 然后中间还有这个教官 他那么个资深 他才一件事 但是教官掌握了警察的警官的升迁的身杀大权 所以他可以在一个地方 如同这个是元老一般 我讲实在我七十五年那个时候毕业 要盖很简单 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盖都不见了 你现在是已经过了三十几年的这个时空背景 没有办法让你盖得住的 现在东西你越盖 它是爆发的越快 越详细 所以目前讲的部分 我自己听下来 有可能一部分是真的 一部分是没办法讲清楚 那可以都出真相吗 今天他们还喊话 靠北警察那个社群网站 叫他们提供咨询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是松山分局的分局长 还叫双方握手言和 也变认为是很不可思议 对不对 那但是最严重的是 后来发现 为什么七个变了十个 那黑衣人 是另外三个里面 发现有人是帮派的人吗 因为这十个人里面 为什么消失了九十六秒 现在目前我们看不到 因为现在这九十六秒的 引带在地检署 那这九十六秒里面 所以发现了多出三个人 因为一开始松山分局 他寒送是七个人 没有现场 本来想要窝藏这个 把那三个人给 袒护掉藏起来的 我相信现在全国老百姓 很想知道的 这十个人的真实背景跟身份 十个人去追一个教官 这个很奇怪呀 那个对不对 那最严重的就是 这个为什么要删掉 那现在这个逻辑就是 为什么要删掉那个录影带 就是要保护其中 不能够露脸的这三个人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三个人里面 就有人是四海邦的 这四海邦的分子 是不是这三个人里面 还是这七个人里面 因为我没有办法了解 但是证实里面有四海邦分子 就是一个二十二岁的 这一个徐姓男子 对 那这二十二岁的这个男子 他是四海邦的一个 堂口的一个男子 四海邦是在那个中山 在南京东东那里吗 全台湾各大帮派 具足在各地方 以中山分局 松山分局 大安分局 信尼分局 这几个地方来讲 我们讲他每个地方 有地方的角头 那我们来讲只要有一些特种行业 深色场所 赌场 这些比如说中山区 松山区 我刚念这几个区域里面 他就会有什么帮派介入 竹联邦 四海邦 天道蒙 当地的角头 牛浦邦 中庄邦 还有所有的地方 各个势力的角头 松联邦等等 那这些帮派 他有一个区域性 比如说像我刚毕业 没几年那时候 我在中山分局的时候 整条没有听到 没有听过天道蒙 那时候天道蒙根本就还没有 完全不晓得天道蒙是什么 但是他有区域性 比如说在松山机场 敦化北路那附近 叫松联邦 那往左靠 就靠到那个新盛北路 那个地方叫中庄 上面叫上庄 下面叫下庄 中庄邦 那在过去新盛北 到临盛北 那个地方叫牛浦 牛浦邦 所以很多地方的角头邦派 另外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他们自己在那边经营自己的特种行业 比如说牛浦邦 他就在自己的辖区里面经营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特种行业 饮酒作乐的地方 那后来为什么有竹联邦这些人进来 因为开始有坐台的地方就有女性 女性坐台的地方 就会有一些利益出来 所以最早的时期是由竹联邦某个堂口 进去开始当趴车的小弟 然后再开始由趴车的小弟转为少爷 转为少爷之后 再转为吃下来他的股份 再慢慢的扩展第二家第三家第十家 我常常会念南京东路线建国北路下去右转开始 例如以大型当时的大型酒店 便服酒店 叫做月圣亦圣美加都乾隆坊 高跟鞋 花松花大富豪 这一条系列是属于酒店型的 那左边临森北路型的就是五厅 所有的五厅在临森北路上 有排的没排的都一样 那在民权东路就是酒家 吉林路就是李荣苑 松山那个地方 敦化北路是因为在民国七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当时是吴伯雄当市长 行政区划分 把那个区块切给松山分局 以前的松山分局叫做松北分局 姓意叫做松南分局 所以切开之后 松山分局中轮派出所 就是在长安东路跟复兴北路口 那个地方是最热闹的 中心百货那个地方 慢慢的他开始复杂化了 复杂化了 因为店多 人多 新大楼多 所以很多帮派自然也多 所以松山分局辖下 跟利益有关的这个特种行业 是非常复杂的嘛 对不对 是 那中间的市议员可能官说 但是呢 这是静周刊写的 可是没有人证实 洪建议被指称他说要提告 然后我们说叶灵船 跟那个李富忠武 这是相关人士 这个来提供的一个思考的人选的方向 那可是叶灵船否认 他说自己没有介入 亲戚家人也没有 那李富忠武也没有 他们两个人刚好都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李富忠武是警察出身 然后叶灵船他的家族就是你刚才讲的 牛浦邦对不对 他的家属是属于在中山区的当地的地方人士 那因为牛浦邦也是他们的亲戚 早期在那边开始做地方的一些经营管理 叶灵船不否认他的家族跟牛浦邦有关吧 叶灵船我本身不认识 但是他的亲戚我认识 但是因为以现在所有的邦派他们属于是本省籍的 本省籍的是比如说牛浦邦 中庄邦 丁的宿正 丁的宿正 地道靠 这种属于本省挂的 他们经营的不像是现在很多外省挂的邦派 所谓外省挂的邦派 比如说竹联邦 四海邦 松联邦 这些外省挂的邦派 他所经营的跟本地 台湾的一些邦派经营的 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现在有没有结盟 我不知道 你当时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多新大楼所建筑的时候 没有什么叫营造的一个利益在 以前最多只有三种东西 第一个酒店就是特种行业 有事 第二个赌场 你今天捧场我 我捧场你 第三个他们绝对是早期是不碰毒的 但是后来转变因为毒品的 毒品的在台湾越来越轻 利润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他们的小弟自己去接线 叫一夜联盟 其他所谓他们用一个联盟 叫中山联盟 几年前信一芬局 我们一个学弟在那边被活活打死 他们就是中山联盟 用一个line-in的族群 那个群组 一发群组七八十个人跑过来 就发生过那个案子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帮派已经都是乱七八糟了 没有 没有办法老大押得住小弟 那可能说是一个有这个背景的议员 就去邀请一个跟媒体政商关系良好的帮派大哥 然后就把松山局分局局长押来 就可以押制松山局长分局长 叫他把这件事情给那个摆平吗 松山分局长有这么大的权限吗 基本上如果以这么说的话 松山分局长他智慧比我还高 他也不会去做这种傻事 如果我们先不要讲松山分局长 如果说某议员跟松山分局长私底下 他们是朋友关系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但是我姑且不讲松山分局长 我说如果有一个警察 就像之前的周仁森案 一开始根本就大家说 那权子没关系 跟我没事 但后面是滚雪球班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想盖住 滚到后面出事了一百多个人 所以现在我们我们林分局长他到底有没有跟议员或者其他香港人员见过面 这个我没有办法 他否认有人关注 但是查不出来吗 如果有进那个派出所 有监视器 有监视器 对我刚刚就讲很多东西都是台北街头都有监视器 还可以调通联记录啊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在侦办当中有检调 他不是常常讲侦查不公开 所以我说现在判断 我们只能够判断这个所长真的 他是自己疏忽去关掉这些删除掉这些东西吗 我个人不太相信了 我个人因为我觉得一个两线两星的一个所长 你从这个地方一离开就是去当组长 你没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小动作 年轻又前途市警 因为这地方他 这样子就这样要被毁掉吗 他一离开就是两线三星的嘛 所以所以因为分局长 其实包括我们讲真的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陈家昌 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局长 他没有任何的一些讲真的 没有什么脾气的 他会知道这些状况吗 我个人也不相信他会知道 那他为什么有办法讲这些话 大家都是听下面说的啊 我所以才说这个案子没有明朗化之前 你帮下面背书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倒霉的 警告他们这些人 所以在美美第一时间是松山分局长说 他是听所长说的 然后台北市警察局长说他是听松山分局长说的 柯文哲他也是听局长说的 但是他天中一鸣 说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是断电 那从这个所有的里面看起来 有人要故意遮掩一些事情 有人要包庇一些事情 那这么简单的案子 一天24小时就查出真相了吧 还需要搞这么久 一定有猫腻 这要办不办啊如此而已啊 我先说柯文哲太奇怪了 以他的个性我大胆的讲哦 如果今天是所谓所谓的有议员 如果是绿营的人 你对柯文哲可能这个态度吗 当然啊 绝对炮打中央 说溜嘴了 就像上次这个要要在哪边集中检疫 他就不小心说溜嘴 这个一定也会说溜嘴 如果他知道是绿营的干的 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对不对 因为他要抢票嘛 他炮打中央嘛 那再来他的那个态度就太暧昧了 那个态度真的会坏人家去说 你不只是区域回避 你是不是你知道一些什么 所以你故意用这种态度出来 同情那个所长还不哭 哎呦不必了 我跟你讲 刚刚阿苗说你可以启动阵风处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他当初怎么斗吴英灵的 阵风处查啊 记不记得 对不对 查就马上就查下去了 都什么有没有送羊球 什么一大堆的 你的阵风处怎么闲闲的 那你怎么话倒过来讲了 变成说国家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公务员 我的天哪 你都知道有伤档案这件事情 所以他这些话 我认为是先射箭再话吧 我认为是他知道一些什么 他知道内幕 大事化小小事化 然后他保护这些人对他政治利益 未来的政治上的选票联盟 是有帮助的 也许是这样 总之至少至少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曝光了 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好处 他一定会让他曝光 他不会是这个态度 他今天这个态度 就让我怀疑 这里面是不是有猫腻 因为跟他过去的形式风格 太不吻合 一个人的形式 有他一定的风格 他过去不是这个样子吗 谁打法人 跟我马上把你查办 我怎么样 山老鼠怎么样 怎么就是这个样子 连建管处的人他都这个 对啊 都政务 这件事情他把话倒着讲 非常奇怪 当一个人做事不符合他常态的时候 你当然怀疑在里面有没有曲折 第二个 我说这个所长 我真的是觉得 你看他讲的话里头 每一句话各位 邏輯矛盾 不是只有矛盾而已 他摆明了 他是不是在背锅 第一我不想去害人 我不想制造长官困扰 所以说没有人指使 意思是这样子 因为我如果说了的话 我就会害人 我就变成长官的困扰 不就是如此吗 我请问一下 他本来没有在所里头 为什么要把他抠去 谁抠他去 这个通年记录一查就知道了吧 为什么要把一个所长抠去 如果刚刚高警官所说的话 副所长在所里头 副所长自己就可以 看这个监视器对不对 何必大老远的 把所长叫过来呢 没有啊 他的报告里面有说 说这个 言言无筑地监视画面权限 无法立即判定何人所为 一个所 派出所里面 副所长没有权限 因为我们每一个警察系统 里面的电脑 他都有一个密码 那这个密码不是每一个 基层的警员都有 那副所长是基层吗 副所长居然 没有权限 现在我不知道现在的状况 因为有的分局中南部的分局 只有分局长才有 好 有的只有刑事组长才有 那不管 那谁扣所长去 然后再来所长 我也不相信 他就这样子 他说我不小心误触 那格式化 你会吗 我不会我坦白讲很多人都不会 那个要多少的程序 他不可能不知道 那他也不会不知道说 湮灭证据重犯能患 这会影响他大好前程 为什么他要做 然后做了以后 他说我不要害人 我不要让长官困扰 这里面有多少难言之意 这个人很怪 他的前途 如果他要被判刑 对不对 前途就没有了 黑到小弟 如果扛个罪 还给个安家费 对 那他有安家费吗 不会啊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要这样 那如果要查的话 我倒不知道为什么 监视器嘛 是不是有人去现场官说 又或者通联记录嘛 有人打电话嘛 这里面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困难嘛 所以这个一般的人都有这个 思考的这个脉络可循的嘛 对不对 很诡异嘛 这个大概传讯相关的人 调来监视这个系统 就可以了解了 可是这个都是在地方政府 市政府 警政署 内政部什么 中间还牵涉到 分局长跟那个 内政部长的 这个办公室的 分局长才来一个月 好像 是他 对啊 短短的时间 然后呢 中间还牵涉到 是什么 又跟那个 市议员有关 所以 于将军 这个案件可以水落石出吗 中间还有 蓝宁的议员 设案 看起来 民进党按照美美的说法 如果是民进党市议员设案 柯文哲早就今天早上就说溜嘴了 那可能他要包庇 将来要换选票的这个 大家猜是这个地方的市议员 那警政署跟内政部部长 两个人也不合 这两天放话 这个平平 这还得了 怪不得今天苏院长很生气啊 苏生昌这个 要叫这个警察的这个 要纪律要维持 然后要加强教育 可是这件事 我觉得比疫情 也没有那么不严重 这个其实网路上盛传了一段东西 我讲给大家听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台湾 目前国内本来黑白两道 有一股默契 就是黑道怕警察 警察怕官员和议员 议员怕记者 记者怕黑道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不断在走一圈一圈的 那现在是这个潜规则打破 这个潜规则打破 变警察怕黑道 对 黑道闯进来 还要删掉那个 是 变警察怕黑道 黑道不会去怕警察 直接找到议员官员了 对 所以整个这个 以前存在的一个社会上的潜规则 现在完全被打破 那当潜规则被打破了 同时就是说 这个次序要重新来 重新来过 那这个次序要重新规划的话 第一件事 要查出问题的所在 那一定要有一个 极度有决心的 要改这件事 到底是谁干的 不管是蓝的还是绿的 我觉得柯文哲 你就说出来了 柯文哲好像没有想要查清楚的样子 我觉得他压不住 我觉得柯文哲觉得压不住 因为现在 这次到处都有这个电影的地方 你要去把所有的电影 全部都销毁 太难了 所有监视器门口 银行门口就包含了 监查交通状况的 这些路况的监视器 它是横跨了很多不同的单位 那我觉得如果要查 这些监视器 绝对都查得出来 那个一点一滴 从他的路径分析图上来讲 从酒店门口出来 一路进松山分局 这都查得清清楚楚 另外我觉得这里面 比较让人家担心的一点 就是说 这十个黑衣人 第一个 他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警察 他如果知道这个教官 他是警察 还敢去追他的话 这天下已经大乱了 一开始的说法是不知道 对 居然后来看到这个教官 跑到派出所去了 对 但是问题是 他们还敢跑到派出所去打人 这更严重 不可能一般的善良百姓 怎么可能跑到派出所 谁敢进派出所 翻箱倒柜 去派出所有没有大小声 所以进去的人 绝对是背景不一样 可是这些黑衣人 并没有因为这个人 跑到派出所 在门口的 就停了 这个不敢进去 进去叫嚣 居然还敢进去 可见那个派出所 他们还常常进去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 可能这些年轻人 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这才是最严重的 这是最可怕的事 就是我讲 当时存在的那个潜规则 已经被打破了 他已经根本不怕你警察了 因为他觉得 你警察可能常常来我们这里 大家都很熟 我干嘛要怕你 他已经分不清楚 什么是私下场合 什么是公开场合 所以他才敢去砸这个店 才去砸这个派出所 当这个派出所发现说 把派出所当一般酒店来砸 对对 如果你当时那天朗东讲 如果你不要认为 这是个派出所 我们真的还以为是酒店的柜台 真的是某个酒店的柜台 因为酒客起冲突打起来了 而且还是凌晨两点 凌晨两点 那这个监制器被还原之后 其实这对全国的同胞来讲 这是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 这个知识体大 这个绝对不能放过 那也不能纵容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欲言又止 那所以上面应该是警政署 要彻查清楚 但是问题是现在警政署署长 他的这个威望 在很多的人事任命里面 我们昨天说了 这个什么什么爹亲娘亲不如陈家亲 那地方的远景 现在对他的反感很强 那徐国勇部长跟他不合 徐国勇部长又被强烈的质疑 说那个松山分局长 跟他的关系是怎么升迁的 这个真的知识体大业 我们刚才经过了这一番讨论 这个抽丝波 简要请教停飞 发现了这个案件的整个核心 其实出现在这个非常年轻的 才三十几岁 两线二的中轮派出所的所长身上 那他为什么要扛这个责任 现在他已经他要法办 如果他已经被拔掉了他的位置了 然后他将来还要负刑事责任 他的大好前途就没了耶 真的是没了 而且这个案子让我觉得非常的讶异 就是说 像他们三十五岁 其实依照我们知道 这一批从警校或警官学校出来的 大概是四十岁以下 这些他们基本上不可能 你哪一个名义代表说什么话 然后哪一个长官说什么话 他就愿意自己用所谓乌纱帽跟你拼了 这个是用乌纱帽拼耶 因为你要去删除这所谓的监视录影带 这个一定会突破的嘛 因为你在做这个动作不要忘了 旁边的人一定看得到 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你所长 而且你所长当下还不在 是副所长在 副所长还有这些警员 这些基本上年轻的警员 哪是你今天讲怎样就讲这 他可以帮你这个点点说 不要把事情把它掀开吗 不可能啊 所以这一件就是因为看不下去的警员 然后在这个脸书当中去投书的啊 所以我们说他基本上 一定是不是承受到另外一个什么大的压力 比他的官位还重要 比他的工作还重要 我觉得这是要调查的 会不会被威胁直流的啊 这个真的是我担心的 就是说今天他不在现场 但不可能说今天一个教官可以给他那么大的说 因为我跟教官很好 所以我要帮他不可能 而且你说因为这个我跟这些帮派很熟 所以我把我自己的这个乌纱帽要陪葬也不可能 前途耶 医生的前途 而且现在内政部长已经说了 你这种把所谓监视器的东西 这种是证据耶 你今天司法犯法 淹灭证据 这是非常严重耶 这已经是可以拔官了 他现在虽然已经先取消 就是拿掉他的主官 已经退到非主管职 可是非主管职 现在面临的是还要刑事调查 刑事调查之后 今天部长说他这样子最重是可以拔官的 是真的连你所有前面所 你努力的这十几年都通通都没有 所以我认为说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般的事 如果说今天柯文哲市长把他当成一般的事 而且这么谈笑丰生 而且这么淡然处置 我觉得很可怕 我所担心的是这后面所牵扯的 政治上的某种阴谋 背后的黑道政治 这些压力 关锁 对是不是能够已经让这个所长没有办法承受 干脆我乌纱帽陪你 我反正我一手承担 全部都是我 他吃得下吗 他也太笨了吧 他讲的话都已经那个 颠山导师不合理吗 对不对 因为这个颠山导师就是代表说 根本头跟尾 就是他在隐匿某些事实 才会颠山导师 而且靠北警察里面有人代po 说是匿名代po 他们是力挺这个所长 这个所长呢 他说他内部管理有一套 对同人的工作评价非常公平 不会有差别待遇 对外只有同人做的是对的 绝对顶住压力挺到底 他说有个酒控在KTV闹事 被同事压制上靠 逮回这个 逮回派出所家属到所后 酒控跟他妈妈说警察打他 要求我们道歉 否则要对同事提告 所长半夜下来看完密录器影像之后 拍桌跟酒控的妈妈呛下说 我是派出所所长 我们同人执行过程符合规定 有事情我负责 后来酒控等不到所长道歉就提告 所长事后跟我们说 他知道家属只要是个道歉 他说他觉得很抱歉害了被告 这样的所长 你说他为了保教官或黑衣人 页面证据 他很会用这个密录器啊 这个所长很会用这件事情 证明所长很会用密录器啊 对不对 那酒控来 这个闹事 他把密录器打开之后了解的状况啊 所以很不合理的是柯文哲故意要同情这个所长 但是呢 内政部的部长这个说是要法办这个这个所长 因为调查报告出来是这个样子 对啊 是啊 那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你们现在也是多事之丘 也现在这个所谓的党公之子涉毒 派出所招杂什么警政署故意针对这个徐国勇 这是今天大家在这个警察业界所传的 就是前一阵子他们为了人事有问题了 那这个赵介佑 他跟那个徐国勇的照片 也今天突然就出现了 这个公布 然后呢 徐国勇跟林志成的关系也被公布 然后呢 陈嘉青昨天呢 还这个对这个松山分局特别呢 是要这个好好的来追究 那当然徐国勇就说了 他说 他不认识赵介佑 他的主妇赵文宽是他立委时期的选民 去年的时候受邀前往诸授 在现场跟民众合影 所以才跟赵介佑合影 赵涉及刑案警政署依法侦办 那他说他当发言人或政委是办公室主任 因为一篇文章不适当就撤职 法律就是法律依法办理 这个讲的是上一次的一个事件 那林志成相信中伦派出所说法 但是林也有把录影带还原 可知市警局 没有徐私包庇 就是感觉到好像黑道在那边作乱 然后政府里面 还牵涉到你们民进党的中评委的儿子 今天市长部已经开除 开除赵介佑 对 已经开除 中评委的儿子 他是那个北联邦的成员 居然还曾经是你们民进党的党员 所以这个有点 最近这个治安警政 好像有一点需要 需要有一个回到正轨 那最严重的 当然就是陈嘉青跟徐国勇不合 人和 这两个人不合 黑道都知道吧 这两个人不合 我真的是看媒体才知道的 但是我看媒体知道 相信黑道也会知道 部长引送那个署长 其实陈嘉青署长 陈嘉青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他人很随和 他在高雄市当市长的时候 他人就是蛮 那现在这个状况他压得住吗 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他是使出他全身的力量来做这个事 那压得住压不住 当然就是看他的两只手臂够不够粗了 但如果说是这个 在那边用放话的方式来整人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麻烦 尤其陈嘉青历经上次 我们昨天讲的张伯军的那个任命案 那天陈其脉真的是气得牙酸 这个被那个高雄市议员 笑成爹心娘亲 不如陈嘉青就是那个张伯军 他的爱将因为酒驾就掉走了 调回警政署了 他现在要把他派回高雄 然后李游还说他父亲生病 需要照顾 然后还说这个 质疑的人没有人道 这个考量 后来是苏院长把这个挡下来 所以这件事情 苏院长不能够掉以轻心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警察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警察工作人员 推下来的 但我觉得警察现在在社会上的一些 社会的一些形象 社会地位他当然慢慢的会往上往前进 就是在进步 但只是说现在很多基层的警察的心声 我们一些中高阶的警官听不到 或者是我们政府官员听不到 所以要靠那个看靠北警察的脸书 其实真正做事的 不是只有基层警察在做事 可是基层警察是站在第一线上 那因为很多在后面的这些高阶长官 他可能就是想怎么来管理好这个单位 这个地方 但是人事任命中间涉及很多的利益 而且警察很重要的是 警察他对于选举影响太大了 我听一个高层首长跟我说 警察不仅跟黑白个三角九流都有 庄角都认识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警察认识金主 他会知道到哪里去摸摸款的人 这个才重要 所以上次陈家昌去做台北市警察局长 你记不记得柯文哲 还闹了半天这个不理陈家昌 那个可怜的陈家昌 还跑去跟柯妈妈 有没有 朗东 你这个年轻的人 我们这个讲完所有的这个案件 这个所长跟你差不多大吧 这个许书桓这个所长跟你差不多大 他的生涯可能就因为这件事情要结束了 对 这还原整个事实 许书桓他那天没有上班 他隔天早上八点半 他才去看当天的影像 结果他删 这都报查报告写的 结果他去事实上删档案 是在晚上七点的时候 意思是说 在十六号早上的八点半到晚上七点之间 他一定是先看完之后 他背后有个压力 然后去报告人家 报告完之后 经过这一天 其实这个十六号的当天的白天 一定对许书桓 是人生最挣扎的一天 因为他一定是在那个时钟 报告完之后有受到的压力 希望他处理 把这个档案给删掉 对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单纯了 因为刚刚高警官讲得非常好 为什么 请看在你的调查行星那边 第一段的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杨教官四月十五号六点钟下班 跟友人餐聚 我们做异调的 一定都可以知道 他去了哪里 吃了什么饭 跟哪些人会面 为什么这边不明不白 就跟友人餐聚 结果一吃饭 就吃到凌晨两点 他去了几家餐厅 或者是说在同一个地方聚餐吗 还是他从六点钟开始就到酒店 一直到这个两点 以及说这个冲突的地点 就是利益关系的地点 为什么这些黑衣人 是不是就跟他一起喝酒 或者是就是那个酒店的干部 因为这个杨警官自身 我平时跟你很熟 所以跟他们起了一些冲突 之后那些人觉得说 我认识你的长官 我必定一看大尾 于是乎就直接冲进了警局 其实这事情 你要还原真相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四月四五号下午六点 到凌晨两点 他们开始产生冲突 开始在追打的 这一连串的过程 全部查清楚公开出来 你如果说照他的所讲 这很单纯是说 他看到路边有人在吵 就劝他 警察看到路边在吵 出示警员证明盘查你 这种事情 你认为有可能会十几个人 直接对警察出手 结果警察还没发现说 一直逃跑 跑到这个派出所里面 而且还是技能教官 这个技能教官是教警察 怎么跑步 怎么训练 然后要升官的这个体能 所以我觉得故事里面最不合理 最不能接受的 就在这个环节 什么路口对抢 高声喧哗 所以我认为 刚刚提到监视摄影机 谁可以查台北市政府 那柯文哲怀疑态度 都很奇怪 四月二十七号的时候说 这件事情 我不能够大肆化小 四月二十九的时候 他自己跳出来大肆化小 也就是这两天的期间 他发现背后的力量 这跟他是有点关联 所以他改个口 帮所长去缓辖 希望这件事情就算了 他就不要把他太介意 那他为什么要缓辖 如果背后影响的人 假如是阿苗 柯文哲马上爆出来 就说那个整天找我麻烦的 那个某某议员 其实就是他背后来讲的 如果他这是民进党的 哇 柯文哲就马上讲说 这个执政党无法无天 那现在他在台北市市议会 能够跟谁合作 不就是说当初江启臣 跟他握手啊 结果就叫蓝白盒 结果就被台北市议会 自己很多的这些同仁都不高兴 他要影响利益 柯文哲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证据 这种理性的怀疑 理性的怀疑 克制合作对象 不会是民进党 不会是一些小党 像是社民党 一定就能合作 而且他也曾经有表达 议员合作的 就是国民党这个人 所以就有寻思不可告人嘛 刚才朗东特别 我们把这个报告 再给大家比对一次 这个所长 他四月十六号八点三十分取 他那个进入驻地监视 录影画面系统 检视 想要进行资料查阅 操作不顺利 所以没有 他说他没有看到也 然后呢 到了下午七点多钟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再次进入系统 操作将相关档案予以格式化 我们前面说了 他的同仁说 他那个自己会看秘露 这个 气的影像 是不合理嘛 他一定是早上看了 然后发觉有内容了 中间发生了 从早上八点多到下午七点多 中间有这个十几个小时啊 他跟谁讲了 受到什么压力 哇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 这个大谜团大谜案 但是不会查不出来吧 来我们来看 在疫情方面呢 今天还有一个人的惊人之语 就是连胜文 他说呢 中国国民党执政的话 就疫苗呢 的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了 要请教一下这个 我们呢 在场的专家 李炳毅医师 他说 好想去夏威夷 他说 蓝营执政疫苗就早解决了 那 或许呢 他在1月23号的时候 曾经对疫苗问题 就笑这个蔡英文嘛 说他应该跟那个 拜登道歉 说这个 我错了啊 请原谅我啊 那 这个 然后接下来 他说 是去年啊 卫福部长 怎样怎样 他就已经有这个 各种不同的 这个 看法了 那他说 这个 民进党用意识形态防疫啊 如今 陈时中说 一切以科学数据为证 当初要抹红我 民进党处理防疫问题 有太多的 意识形态考虑 我实在太想出国了 如果台湾现在 有高效能疫苗 我一定马上施打 然后去夏威夷 他去夏威夷 现在没有规定 不可以去夏威夷啊 只是他回来要 要去 检疫14天 是不是 然后他说 如果是蓝营执政的 的话 疫苗问题早就解决了 民进党都没有再听 智库早就提出警讯了 民进党透过 媒体界的鹰犬 攻击国民党 说国民党买疫苗 台湾不但拿不到疫苗 很多人也不敢打 智库很早就提出 疫苗护照议题 民进党政府 现在才要推动 旅游泡泡跟防疫护照 那国民党执政 为什么疫苗问题 可以早早解决 我想就是我们 对于这个假设性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有说服力的嘛 就好像说 我如果说 我如果当那个 卫福部部长的话 去年12月就会有疫苗的 那个大家听笑话 就是你 这个不是事实 你不能够说如果 你要做给人家看 我觉得说 你要说服人家 我比你的能力强 就是你要做给人家看 你做出比人家 更有成效的东西 那像那个 然后要实际行动 而不是嘴巴讲而已 像我是台湾疫苗推动 协会理事长 我对这个东西很关心 我从去年的5月 我就召开专家委员会 来推动台湾疫苗的制造 因为我一开始就认为说 你去那个仰赖国外的疫苗 是不可靠的 国内的疫苗呢 你要去推动它 要有疫苗国家队 然后政府要融入 这个疫苗的制造之中 可是一开始 我看到的事情是 没有融入 就是政府在监督疫苗的进程 但是他并没有 直接去参与疫苗的研发 所以我那个 那个我们的台湾疫苗推动协会 就召开那个大概 二三十个专家 还有包括疫苗制造厂 还有包括我们食药署的官员 这个全部大家一起讨论 就是要怎么帮助我们的疫苗产业 经过那次会议以后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食药署 后来就非常积极 加入那个疫苗的制造 他以前可能一个礼拜 问一下说这个进度怎么样 他后来是每天 现在应该很顺利吧 每天 就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我们的政府应该是 疫苗产有任何问题 政府来帮忙解决 而不是说疫苗的发展 是疫苗产的责任 它是共同的责任 那连胜文的意思就是 如果他国民党执政 他就会把国产的疫苗 好好的发展 还是说他如果国民党执政 他就可以拿到疫苗 就是我们不要讲如果 买了很多很多疫苗 我们不要讲如果 而是你要讲说 你做过什么事情 像我一个不是什么人的人 对不对 你的意思说 你都做了具体的事 我就可以召开 因为专家委员会改变我们 对台湾疫苗产的支持 我们就是食药署 就是马上就是加入 我们的疫苗团队 听到没 如果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共识 我相信可能 现在的疫苗 还要不要再落后几个月 所以这个是口水战 他很想去夏威夷 今天好多的立法委 你说你去 这个Aloha 还有网友说 去了不要回来 就要待在夏威夷 这不是很无聊 这些议题其实很无聊 对他当党主席有帮助吗 不知道 那国民党人最近 也蛮疯狂的 因为要蹭声量 因为治安问题 这个变成了 报纸的头版头条 很多人都蹭不到了 所以就变成 赵浩康就骂这个蔡英文 是 同意日本核废水 还说这个什么 日本殖民的 这个政府的什么人 然后废宏他也开始讲 最严重的是 蔡英文总统呢 被骂也就罢了 他家的小狗狗 也因为这样子 而变成政治斗争工具 小乐乐 乐乐呢 他是什么时候被注意到 应该是那天 那个照片 照相的时候吧 是不是 他在最前面 是陶德的 那个团来的时候 本来是三只那个导盲犬嘛 那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乐乐 大家发现了 原来呢 乐乐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鲁明哲说 乐乐去年底退役 消防署四年半都没改规定 忽然在去年底改了 等于帮总统开绿灯 虽不太可能是由总统府下令 至少是消防署要派总统马屁 哦 然后呢 消防署改这个 训犬员优先 原来是要 要领养这个消防署的 退役的这个 搜寻犬 是要 这个 训犬员优先 改为 本队据领权人身份 本署人员 等等 而且要明定 优先人养者无人申请 才需要公告 原来这个还是一个 有个法定程序 他们现在怀疑 蔡英文又特权 把乐乐包回家 然后呢 赵曹康刚刚说 蔡英文好好笑 拿狗当挡箭牌 用狗狗剥去同情 我们先请教阿淼 那你有没有养狗 我是没有养 对于养狗的人来讲 你这样子嘲笑乐乐 嘲笑养狗人 对于毛小孩的情感 你根本就不懂 可是这个事情可以变成政治问题 而这个乐乐呢 他是台南地震的 围贯大楼的搜悬权 结果总统还因为这件事情 要写篇文章 脸书 说他没有透过乐权 我的天啊 他说我告诉乐乐 不好意思 让你上一新闻了 希望你不会不开心 乐乐也可以 赵曹康连乐乐都要蹭啊 我不去讲啊 这个赵曹康很显然的 就是三个字想太多了 那可能是因为最近 这个好像媒体 没有那么关注他了 所以连这个领养 他每天泡打蔡英文 才可以上报嘛 蔡天有新闻嘛 但我需要说 其实这个领养 这些过去是工作犬的 这个工作其实并不轻松 因为你不要看他们 虽然很可爱 不过当他们 就一身工作嘛 为我们这个国家 社会贡献付出之后 其实呢 他后续的 不管是医疗也好 照顾也好 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才能让这些这个宠物能够 所以领养的人要符合资格 对 那我可以举个例子 其实这个蔡总统 不是有一只叫做贝拉吗 对 这个贝拉呢 其实之前 他们三只这个导麻犬吗 对对对 我有一个朋友 他曾经当过这个贝拉的寄养家庭 哦是哦 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蔡总统 领养贝拉的时候 我想说那不是那个贝贝吗 我看过那只狗好几次 对 那个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做这个导盲犬 那导盲犬 其实每天工作很辛苦的 而且他们这个导盲犬的工作 还是有点违反 这种狗狗的天性 因为他们不能这个乱跑乱跳 不能开开心心 他必须要很稳定的带着这个 带着人行走 所以工作久了之后 这些狗狗 他们心里都会有个负担 就是说他 因为他常常长期去做一些 不是那么符合他的真正完全天性的事情 所以呢 他的寄养家庭 在当时因为他还在工作 所以有时候他要到寄养家庭去休息 过一段时间之后 恢复他的元气 所以寄养的人要不是说把他养在家里 你自己出门工作 你要能够每天一直陪着他 你去到哪里 你要带着他 你要他肚子饿了 你给他吃东西 他休息的时候 你陪他休息 然后这个他要玩耍的时候 你要陪他玩耍 让他享受这个做狗狗的快乐 那同样的这个搜救犬其实也是一样 这些搜救犬他们长期都会经过特殊的训练 比如说你要用他的这个五感 你用他的嗅觉去感觉说 哪里还有可以搜救的这个生命 对不对 所以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时候 对于这些狗狗来说 他也是一个负担 那退休之后 你要给他比如说大大的院子 让他重新可以跑 总统官邸家院子 让他快乐起来 然后你要照顾他 他生病你绝对要带他去看医生 这些种种的这些种种的事情 其实都是要除了相当有爱心之外 他要相当有能力的人来照顾 而且乐乐那个公在这个救救难 然后到变成第一家庭 第一狗 这应该是给他一个荣誉才对啊 干嘛拿着做文章 所以为什么要去推广这件事情 是因为这件事门槛很高 我们要吸引社会上 除了有爱心 你要有能力的人士 你要愿意投入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所以于将军 你们国民党人真的很无聊 鲁明哲也是你们桃源选的立法委员 还说搞特权 然后呢 蔡英文要用狗当挡箭牌 用狗狗博取同情 我觉得这个逻辑 我听不太懂 这个其实收救权 军犬 警犬 他有一定的服役时间 大概是六到七年 退役之后 他就要退役 然后退役之后 他可以再研议一年 就是他这一年有什么可以研议呢 就是帮他找四组 帮他找四组 就是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帮你找谁要养你 那其实要养包括是警犬 收救权或是军犬 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因为这些狗 刚才就跟议员讲的一样 他在从事他特殊任务的同时 现在心里会受伤 他不能疯疯癫癫的跳 他不能叫 那问题是说 你们的这个立法委员说 消防署是蔡英文马屁 让蔡英文养一只乐乐 消防署有声明 是因为去年的时候 他们原本的规定是说 你要去登记 结果就是只有一个登记 去养一只叫Hopper的狗 结果那Hopper就跑出去 然后王爷就炸锅了 觉得说你怎么没有审政评估 所以后来他才改了这个规定 说不是说你要来申请就可以 他还要去做一些调查 所以就变成总统了 刚好我今天下中午的时候 就打电话去导盲犬基金 会去问过这件事情 当初那个蔡英文 他是递了这个表格之后 亲自到现场去接受 彼此的比较一些评估 对那三只导盲犬 而且非常配合相关的这个程序 以及他让这个导盲犬基金会人 直接进总统官邸里面 去看现场的环境 调节到是真的适合狗居住 双方是过火山评估之后 结果你现在说什么 这个改修法汪乐乐 这是什么开律跟 我觉得他们这也好无聊 就是蔡英文是从一贯以来 从小就爱毛小孩的 我有一次看到他 他看到一只狗 他走在路上看到一只狗 高兴的跑去跟那个狗打招呼 所以这些